大话成语 就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宋明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 叫做梦母三千 从古至今 有很多的父母还有老师 喜欢鼓励自己的孩子 去读圣贤书 但其实有很多的圣贤 并不是从小就懂得 做人处事的道理 是靠着后天一步一步的培养 才造就了他们高尚的人格 孟子就是这样的人 听说孟子小的时候 跟他的妈妈住在坟墓旁边 所以常常看到有人来烧香 来烧纸钱 甚至是哭哭啼啼的 而住在坟墓旁边的孩子 有一些坏习惯 什么习惯呢 喜欢模仿那些死者的家属 到处磕头 甚至是哭得稀里哗啦 孟子的母亲又觉得 这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这样子做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更是对死者家属的一种嘲讽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带着孟子搬家 这次他们搬到了市场旁边 可孟子没有想到 住在市场旁边的孩子 也有一些坏习惯 什么习惯呢 有的人喜欢学商人 对着客人逢迎拍马 鞠躬哈腰 有的人喜欢学客人 讨价还价 所以常常看到一群孩子聚在一起 玩这样子的游戏 诶 客人 这个卖您二十块行不行 啊 二十 二十太贵了 我买不起啊 嗯 那 十八怎么样 隔壁才卖十九 我卖十八 够划算吧 十八 十八我还是买不起啊 我家里面还有人要养呢 那 那 十七 十七怎么样 十七是底线了 那十七就十七了 成交 孟子的母亲觉得 这不是一件好事 这不是正道 到这边要说明一下 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很多的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 要是能考到商学院 那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但是在孟子那个时代不一样 歧视商人 重农一伤 所以孟子的母亲就觉得 这不是一件好事 那怎么办呢 他又带着孟子搬家 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旁边 搬到学校旁边的时候 孟子的妈妈就鼓励孟子 去听教书先生上课 可一开始的时候 这孟子也是不专心 他坐不住 整天想着要去玩游戏 孟子的妈妈就语重心长地 跟孟子说 孩子呀 你不能不学习呀 你要是不学习的话 长大了就没有教养 要是没有教养的话 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哦 孟子听到以后 不以为然 还副吊儿朗朗的样子 哎哟没这么严重啦 哎哟你很啰嗦呗 孟母听了 有点急了 就拿起了菜刀 要砍孟子啊 不是 孟母拿起了菜刀 对着纺织机上面的机柱 就说了 孩子 你要是不听我的劝告的话 我就一刀 把这个机柱给砍断了 因为你不学习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期望 为娘我 也不想活着 这孟子还小啊 听到他就吓了一跳 哎妈 我我刚才只是开玩笑的 你你原谅我 我从这以后 绝对会好好学习的 从这个事件以后 孟子就下定决心 刻苦求学 他后来还拜了孔子的后人 子思为师 成为了有名的大路 懂教育的人都说呀 孟子的母亲 是最会教育小孩的母亲之一 孟母三千 这个成语 来自于孟母 对于孟子的教育 现在用来表示 人们应该接近美好的人事物 才能得到良好的修养 今天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 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